就讀中兴国小现年8岁的小霹雳舞王 绰号娜娜的林里娜 去年底在法国比赛获得冠军 今年前往韩国比赛时又再度拿下冠军 不过也因此受伤 信号已经恢复健康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市议员 特立前往关心也恭贺娜娜 再次为国也为基隆争光 并且请娜娜当场传授5G学武 那那你是这次去韩国拿比赛冠军吗 听说你在那边这个是我 拿到楼1000块等于3万块的台币奖金 恭喜啊 听说你在那边比赛的时候 就不小心受伤是不是 当下心情怎么样 不管那么多没想那么多 不能输让我输低 绝对不能输 当时后来拿到冠军 后来那时候你又想到你们哪个环境 然后我也想问你 就是想说先冲下去 先把他比赛比赛那样 是哦 那你比赛的时候最后面是什么 怎么赢的 对 你要看前面看前面 看前面 是哦 先看前面看前面 那你那时候 你遇到的都是对你同年纪的吗 还是对你同年纪大的 都比你年纪大的啊 娜娜也现场秀一段舞寄给林佩祥看 让林佩祥也看得鼓掌称赞 这个不去当体操学手太可惜了 哇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哇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